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Mimi 今天我想给你们介绍的是 麦当劳在明年春节的时候 才会做的商品 是 这个 这张 金波 赏赏 牛包 那我来打开吧 牛肉 我很香 牛肉的 牛肉的味道 很大的 麦当劳推出的摩山饼是有波罗的汉堡 我也不知道明显麦当劳在春节的时候 推出有波罗的汉堡呢 是不是波罗的前面 在春节的时候比较低吗 不可能吧 这个架购也是不便宜的 28块钱 而且这个 包装也很好画的 那我开始吃了 いただきます 好 这个 没想到很意外的味道 我没想到意外的意思是 我没想到 牛肉和波罗的搭配 这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我本来不太喜欢吃 加热状态的水果 比如说 那个 汤丝里脊的 里面的那个波罗 但是我喜欢吃 苹果排 破的不仅仅是 这个大片的波罗 还有牛肉比一点 这个也很酷 如果那个 普通的汉堡比起来 酷一点 我觉得以前也有这样的 牛肉 培根 还有芝士党类的 汉堡 但是那个时候 应该有生菜 所以这次的话 把他把里面的蔬菜 变成菠萝 我觉得这个汉堡 菠萝是很酸甜的 然后烧烤酱也很甜 总在那时候 很甜嘛 所以现在我很想吃 比较咸的薯条 所以我现在去买 薯条吧 期待一下 不好意思 请帮我看一下可以吗 我去买的薯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看你我买啦 薯条 很香很香 很好吃 想要比较咸的 这个搭配很好 哇 最后一锅 总结 我觉得这个 金箍香香 后女饱 非常好吃 嗯 其实是对我来说 第一次吃的 油菠萝的汉堡 但是价格呢 我觉得 比较贵 因为工作的套餐 比如说一个晚上有 汉堡或鸡腿开放 和一杯可乐 只要十几块钱了 但是这个一个汉堡 要二十块钱 嗯 不太便宜 我觉得今天是在 麦大佬里面的汉堡里 最贵的银子 嗨 今天我介绍的是 麦大佬推出的 金色系列商品里的 一个香香火牛包 怎样 这个因为是 限定商品 所以有可能 大家都来上海的时候 已经买完了 有可能吃 但是 因为每一年春节的时候 都可以吃这个商品 所以 明年 大家都来上海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 嗨 那今天呢 就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